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召开 大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不断高涨 近日记者走访哈尔滨市内多处工艺冰场发现 不论是手握球棍脚踩冰刀互相追逐的少年 还是冰面上在父母辅助下蹒跚学步的萌娃 从体量上看青少年都占据了冰场内的大多数 在哈尔滨市乡房区代秀湖工艺冰场 记者遇到了来自美国的大学教师白文龙 带着儿子来滑冰的他 正在和一位相熟的中国父亲交流着滑冰经验 白老师告诉记者 他从小就喜欢冰雪运动 如今带着孩子来到中国的冰场 每天都有很多伙伴在一起锻炼 体验很好 挺好的 我们出别的我感觉都开心了 看到这个很多人运动什么的就多好 多好 这样有喜乐 能找到好的地方 能找到喜乐就好了 能能开心就好 冰场内一个拿着冰球棍认真练习的小朋友 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虽然个子还不高 但滑起来却虎虎生风 跟小伙伴对练时也颇具拼墙意识 今年七岁的他已经打了一年冰球 还对记者讲起了他的冬奥梦 我想上奥运会 然后玩打冰球 然后玩上国家队 跟外国人去 期间里更多高手 然后就可以学习更好 就可以变得更好 在道理区群立体育公园中心冰场 记者看到 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滑雪圈 抽冰杆 踢雪地足球 欢声笑语不断 尽情享受着冰雪乐趣 而在相对专业的滑冰场地内 各年龄层的爱好者们 在赛道内竞相追逐 交流切磋 不断调整提高自身的滑冰记忆 在这里记者遇到了 江继员江继培兄弟俩 他们是双胞胎 今年11岁 往年他们都是租冰刀练习 今年兄弟俩买了属于自己的冰刀鞋 准备更加系统的训练 还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标 在看运动员们在场上拼搏的时候 我俩也想也要好好学花冰吧 准备明年在区域里举行的比赛试试过节 据了解 自入冬以来 哈尔滨各区已陆续打造开放近30处工艺冰场 并大多设有休闲娱乐与比赛训练区域 方便市民以更多形式 走进冰天雪地参与冰雪运动